剛講完香港,現在我們來看見台語 這邊呢,待會要講的幾個主軸 應該是算是這樣子 就是一場有關於土地的價值率什麼的故事 那我要先講一個請問就是 我們都曾經就是羨慕別人想想發亮的人生 會想要就是去外面去看或去找東西 可是曾經發現還是可能要回到就是 像是自己的土地上面要去尋找這個大海 那就是我當年,也不算當年了 前年固執的事情 然後現在還是先進行試 這就是我很習慣的就是土地跟人之間固執 這是一個關於快樂 然後呢,主要是會 大家通常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在心痛那裡在做什麼 然後會感到快樂嗎 通常你會想去哪裡 你會想去哪邊旅行 然後找去一點點快樂 準備價值 這時候就是很好玩 就是旅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同時在去享受快樂的時候 也是在尋找一種價值的 不許 對 那這時候 什麼公交是價值 價值 價值在你心中 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我要講的事情 是關於個人土地還有食物的價值 好,我們剛剛是上次居住生意的 那我覺得他目前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要做 就是 鋼食自主的安全問題 對 因為我們到底要吃什麼 非要不要吃這塊土地上面的東西 他們打算怎麼吃 對 剛好玩他剛開始有講說 消費是一種是幫助的行為 對 那我要講是說 消費是一種消滅的行為 這是一個很時代 當你選了A的時候 你就會壓縮到B的空間 對 這是一個很最直接的 因為人不會有超出你 平常以外的消費空間能力 那我就講一個很直接的 這是 當你消費了 就是你在幫助的 另一個 消滅的另一個 你又選擇的消費行為 其實這個要加速一下 好 總結呢就是這樣 通常生活上去都不愉快 就決定要出去 反倒了 這應該像年輕人 下面看到的是 他可能總結任何種的各種原因 然後就打成去環島 所以 很受到的 我還是去環島 有點背後 對不對 可是我背後的 就是比較換的方式 比較不一樣 我選擇是呢 走到各個台灣的地方 然後去環島 那 環島的位置呢 可能都是 農田 農莊 就很高興去 打個別人電話 就像剛剛 就是打個小電話一樣 所以我要去那邊 打個換素 對 你要幫我吃 然後我們就騎了 然後就出發了 對 好 然後我們一路再會去很多地方 有像花蓮的都來這邊 有唱自己歌 音樂節 會在這個地方唱自己的歌聲 然後呢 一種就是 生活很散漫的一種民宿 他用生活 講解他自己的生活 生存方式的 一些民宿 對 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可是今天這樣子全部講 後來講過來了 好 然後呢 也有在台北 也有去都市 然後呢 我們也有在 別人的體裡面 就是 跑過去直接換素 然後硬住一下 然後去 幫給花豆 吃漢飯 所以他們的合體 看到的日出 為什麼我說他們 其實 這些東西呢 他們是無償供給給你的 就是他們沒有給你收取任何費用 可是我在裡面得到 很多很多快樂 好 通常就是這樣 快樂是一種補償品 那我們要必須 新有其他東西 用來獲得 這東西呢 通常他會損在於 就是你跟人之間的分享 之後會等到 跳過這個部分 這時候呢就是這樣子 快樂CP 你要怎麼來講 你快樂快樂 就是你的付出 跟你的 就是大腦子的時候 是會有關於對不對 那你付出什麼 你得到什麼 對不對 那 付出的時候 我會衡量一個戒指 就是 這個東西到底 我付出的價值在哪裡 你每次的付出就是這種行動 那你會衡量說 這個價值到底是值多少 好 這個很好玩 是這樣子 大家覺得 去說一次 收到誰 說一次 一千幾 一千幾喔 那跳一次不付到誰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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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配一次付付呢 基本上呢 所需的價值是0元 可是呢 你可能就要先保留 一塊山林會開放 他 機會繼續提到付付 對 然後呢 這邊呢 是我們 一路上看到的就是 快單體價值的 這邊大家看得到嗎 850 到達對不對 980 980 然後呢 這叫做什麼 嗯 商業溪流 沒有啦 這叫商業溪流 我記得很不錯 下面 下一個叫做小瀑布 還蠻便宜的 好像多少 這個很模糊 380萬 380萬 好 那這東西就是 其實這一次的東西 中間有大譜的 然後呢 也有的是 大家的 海水浴場 大家的海水浴場 大家的海水浴場 在 現在你以為 他明顯的名字叫做美衛 海水浴場 對 海水浴場 對 海水浴場 好 這個地方 漂過 所以主要是想講 會面的事情 對 我想呢 在這波程中呢 就是這樣子 你要有商業模式 你才會活下去 像他講的這麼多 就是 就反正要你拿回來 你商業模式才會活下去 你想改善的 如果問題 可能要派發出 新的生業模式 讓那些人活得更好 對 那才能改變 也寫不夠 那我現在想就是這樣子 來做一個 資源A跟資源 哇 那是 資源D A跟資源D B的交換 通常你會在資源D A 看到很多人 錢 技術資金 還有101的景觀大樓 然後你可能在資源D B 看到好山 好水跟頭皮市 然後可以一次交十塊錢 而且可以唱兩首歌 對 還蠻便宜的 那我想做的是 一個在於 創造D跟Bank可以直接交換 哇 剩兩種 這張呢 這張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這是我去一個賣披薩店的 看披薩店人員 一個大大的 待會兒看數個故事 然後這邊可能拖很久 可是 我們會到陌生人的家裡面 去跟他來一場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感受 跟貼近的交換 那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可以直接幫我跳到這個 就是這樣子 我想推的 是這樣子 你可能那邊有我的資源 然後你可能由那邊的基礎 就像是小黃花梅就有了 對不對 那你其實是做了一個 無償的付出 對不對 那我想做的是 價值之間的交換 所以可以來幫我貼 跳到那個 我AFP那邊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正在推行這個地方 就是 一日和花梅體驗日 我就如果你有勞力 那我就應該付出你相當的價值 所以呢 很多人喜歡覺得 想要當農夫 可是當農夫是 沒有準備事件很危險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說 當農夫很美好 可是當我說 好啊 那我讓你來當農夫的時候 那可能會退縮 他在說 那跟我以後有錢有地 然後買一塊 那我說現在不用 沒關係 我有地 然後我有這邊 可以讓你來 體驗當農夫的感覺 的時候 或許你要先認出 就是你當農夫 會有很美好的地方 可是有他辛苦的部分 然後這 辛苦的部分呢 就是讓人家這樣子 欸可以往上那一點 他們寫了拿到一床 然後呢 他們的工作的價值 可能就是 欸 第一天有一個家庭 你賺一千三百二十個人 我想說四個人 為什麼可以賺一千三百二十個人 因為 他們工作的人 就只有到那裡 對 可是我給予的呢 不是一千三百二十個人 我給予的是這一束的 銅金 這個銅金 對 大家可以想下去 這是他們那天呢 辛苦工作之後呢 接下來的是我不要的 薰草花 然後通常會拿來蓋 雜草 很奢華 對不對 連薰草花是拿來做花束 然後呢 是把他拿來鋪在雜草上面 其實 他來鋪蓋啊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我呢 會讓他們的店 一束一束的 然後讓他們帶回家 然後讓他們感覺 這個是他們 動手做出來的價值東西 所以呢 我希望是這樣子 你可以來我這邊 做一趟土地的交換旅行 或是來 可以來我這邊 做一個就是 比較簡單的旅行模式 就是我提供你一種的選擇 嗯 看到可能 另一種可能性的 價值的選擇 對 好 欸 都 有讓我放話 對 這些是讓他們解下來的話 對 然後他們那天 我們還做得很好玩 我希望做一個就是開放式的共享社群 你來這邊 你可以準備飲午餐 我也準備飲午餐 然後我們帶大家一起吃 這間的價值 我們有錢的效力 可是能夠 輕易上交流 這是我們想要做 轉換旅行 好 時間 稍微 要睡開玩起來 要睡醒了 這兒 多久 快一點 都 bus了 那時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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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